如果你看到电梯和楼道里贴这种喜字 你会有什么想法 是不是潜意识觉得 哪户人家要结婚了 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 那你很可能要遇到危险了 回想我前两天的遭遇 现在还是心有余悸 那天晚上大概11点多 我刚洗完澡准备舒舒服服的睡觉 家里的门突然被敲响 门外响起一个粗糙的声音 你好 我是住在楼下的 我家孩子刚结婚 我来给邻居们送洗堂来 因为这几天电梯里贴了很多喜字 我也就压根没多想 可听着声音门外是个难的 我又刚好洗完澡 实在是不方便 谢谢你 你挂门上吧 我明天起来就去你们家倒洗 随后男人说道 我们这里有习俗的 洗堂必须要当面给的 小姑娘你是自己住吗 我带了好几份呢 对呀 我自己一个人 我刚洗完澡 不方便开门 你挂门上就好了 语气中能听得出来 门外的人特别热情 要不是我觉得在穿衣服麻烦什么的 我就直接开门了 我们就这么推脱了一会儿 正巧同事给我来了电话 门外的人可能见我开门的机会非常渺茫 索性就走了 第二天起来 看到门上挂的洗堂 我就寻思着 得给人当面倒个洗 顺着洗堂上给的房号 我敲了那户人的家门 但是敲了半天没人应答 问了旁边的邻居 发现这家根本没有人住 随后我便问了物业 物业说公寓里近期根本没有结婚的 那这送洗堂人是哪来的 而且他怎么开楼下的门进来的 如果我当时真的开了门 这后果真的不敢想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犯罪的手法一直在升级 多一些考虑 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就更能多一份安心